长春藤和长青藤是同一种植物 属于五家科长绿灌木 其静干呈现灰棕色 叶片单身呈现鱼裂状 而且长春藤的花朵在每年的秋季盛开 花色为黄色 花朵顶身在枝上上 观赏价值较高 养殖长春藤时要为其进行修剪 使用消毒后的锋利剪刀 将其生长过于密集的枝条剪除 提高植株间的透气性 避免长春藤造成病害 冬季则要将干活受损的植栄剪掉 帮助植株结成养分 长春藤属于洗水之物 适合生长在较为适用的环境中 养殖的过程中 要尤其每周浇温一次水温 保持土壤水适用状态 夏季浇温炎热的情况下 要为长春藤每天喷洒一次水雾 降低叶面的温度 提高环境的湿度 养殿门 在温度 明天喷